我們說東漢政權瓦解 中國歷史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的特色就是分裂 魏京南北朝時期最明顯的 這個歷史的現象就是 這個國家屬於一個分裂 然後沒有強大的中央政府 在這個時代裡頭掌握政治權利的 基本上而言就是所謂的世家大族 出生世家大族的這些人掌握政治權利 所以魏京南北朝時期也被許多的歷史家 解釋成所謂氏族政治的時代 因為世家大族掌握這個政權 那為什麼世家大族能夠掌握政權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掌握兵權 所以從軍事的角度而言 然後從軍隊的角度而言 這個時期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需要理解的就是 世家大族為什麼要掌控兵權 這是因為他們要因應這個混亂的局勢 因應這個東漢政權瓦解以後的這個亂局 東漢末年因為軍閥這個亂政 這個導致天下大亂 這些地方上的世家大族 或者稱為豪族 這個往往在文獻裡頭 這種名詞都交互著出現 世家大族或者豪族 因為他們自己的政治野心 或者只是為了這個苟權性命於亂世 對不對 用諸葛亮的話來說 只是為了自保 他們就會建立自己的軍隊 來在亂世中求生存 所以不管是因為 為了追求政治權利 或者只是單純的為了自保 這些世家大族都會建立自己的 這個勢力 那這種勢力的建立 往往就是以他們自己的這些布取 這些奴隸布取為基礎 在以各種威脅利用的手段 組織流離失所的百姓 來成為士兵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說用自己的這種 依附人口為班底 然後再加上這個 在亂世之中流離失所的百姓 然後建立比較大的這個勢力 你建立勢力要有據點 當時的據點 最常見的就是所謂的物保 物保 其實物保 物就是保 保就是物 這兩個字在當時其實就是互換的使用 那什麼東西物保 就是它就是一種小型的堡壘 小型 或者就簡單來說 我們說更簡單一點 就是一種小型的小城 小的城市 小的城 這些士族往往選擇顯耀之地 這個地形顯耀 內有水泉耕地的地方 來建築一個小的堡壘 來加以防守 那這樣的一個小的堡壘 或者一個小的城 就叫做物保 十一世族跟依附他們的這些人 他們平時會在物保外面進行農墓 所以這種物保所存在的地方往往都是這個 可以有可耕地 容易取得水泉的地方 比方說呢 像山底的平原啊 或者這個山谷裡頭 山中的這種古地 容易取得水源 跟耕地的地方 那在這種物保 林立的環境裡頭 原來屬於政府控制的這些 編戶齊民 這些一般的百姓 就轉而成為氏族的依附人口 成為他們的這種布取奴仆 也就是說 中央可以控制的 政府可以控制的人口 越來越少 這個氏族能夠掌握的這個 人力越來越多 這些物保當然都是 主要是為了軍事的功能而成立 我們說他就是為了自我防衛 但事實上呢 他們也是一種經濟上 自己自足的莊園 他們往往這個一個物保 就形成一個經濟體 物保的組織有濃厚的家族性 跟地域性 這是物保的特色 家族性 地域性 物保的領袖 往往由一個大的這個世家 他們長期的掌控 甚至有世襲 他們會自定定法律 來維持自己物保內的秩序 所以你看到在亂世之中 一些小小的天地 小小的政權就這樣子而產生 舉兩個例子 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種物保的組織 那這個物保 我們說這個 在不同的地區 有不同的人所組織起來的物保 他們的性質也有 這個很大的差異 我舉兩種類型 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個讓各位可以 比較具體的了解 到底物保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 要不然我們剛才這個 一般性的介紹聽起來很抽象 我們舉的第一個例子 這個我想很多的同學非常的熟悉 是曹操手下大將徐祖 許仲康 這個我不知道他的戰鬥指數是多少 不過應該是滿高的對不對 許祖他在投靠曹操之前 他就是一個物保的保主 他自己建立一個物保的勢力 我們來看一下在三國治裡後 對於許祖的描述 這個當然跟三國營運就不太一樣了 然後跟你在這個電腦遊戲裡頭看到也不太一樣 我們看一下這個三國治是怎麼描述許祖的 然後許祖自仲康 喬國喬人也 這個喬是在現在河南南部 在河南南部這個地方的人 牆八尺魚 妖大十圍 容貌雄義 勇利學人 然後他這個身高很高 有八尺多 然後妖大十圍 這個比較不容易解釋啦 因為一圍到底有多大 大家知道嗎 什麼叫做一圍 你知道 這樣叫一圍 就是一個人兩手合抱叫一圍 這個圍的意思是這樣 一個人兩手合抱 所以邀大十圍的意思是說 他邀大到要十個人兩手 把他這樣圍繞起這個合抱他 才這樣圍繞起來 那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人到底是什麼阿里山神木嗎 這個你去哪裡找呢 那個大金剛那個大鬧紐約城大金剛 大概是妖大侍衛吧這樣 在我們讀中國歷史的時候 你經常看到這樣的記載 請給你注意 當你讀古文獻的時候 你看到這樣的記載 你都不能把它看成真實的 因為你知道不可能有人長成那樣子 這個是我們研究中國歷史的時候 經常碰到一個難題 就是中國人數字觀念很糟糕 中國古代數字觀念很差 這個黃元宇先生這個 描述中國歷史 他常常說中國人是不能在數字上進行管理 他說中國這個統治 政權的統治都常常都亂七八糟 因為那個數字都常常是錯的 那為什麼就是說 中國人常常喜歡講一些數字 這些數字都不是具體的 他只是一種形容詞 然後說這邊的腰大食為 他不是說真的腰大到要十個人去核保 他不是這個意思 他只是形容他的腰很大 就好像這個文獻裡頭會告訴你說 這一匹馬能夠日行百里 那你不說這個馬真的 一天可以跑一百公里 哪有這種馬啊 沒有沒有這種馬 那個只有汽車可以日行百里 那馬絕對不可能日行百里 你現在去找一匹馬日行百里 那這種事情不可能 他都是一種形容詞 那你說這種形容詞 有時候都很討厭 比方說這個到了宋代 我們看到一個形容詞 一種形容的說法 他跟你說臨安城百萬戶 臨安就是現在的杭州 他送到文獻裡頭就留下這樣記載 臨安城百萬戶 那你說你現在去杭州看 那杭州其實很小 因為他其實是這個 淋著乾塘江 這個旁邊有西湖 然後他其實能夠住人的地方 其實並不多 你說那個地方怎麼住一百萬戶 那答案就是當然沒有百萬戶 那百萬戶是形容詞 他只是形容臨安城人很多 那如果你是實際看這個 南宋政府的這個戶口的紀錄 臨安城最多只有二十萬戶 沒有百萬戶 可是你說那為什麼有人說 這個南宋人自己寫 就寫臨安城百萬戶 他就是形容詞 他只是在形容說這個人很多 就是這樣 所以這就變成我們研究古代歷史的時候 大家要小心的地方 就是說很多的數字 他其實只是形容多或者少的概念 他不是你不能把那個數字 真正看實了 就是他這個八尺魚 你說這個八尺魚到底是多少公分 你不要問我 因為我可以跟你講寫這個 留下這個記載的人 他也不知道許主到底多高 因為當時我想沒有人把他這個 這哪一個尺把他量過 這文獻裡頭說一個男人八尺魚 就是說這個人很高 可能接近姚明那樣子的高度 如果說這個人五尺魚 就是形容他很矮 非常的矮 就這樣子 那只是他只是在描述一個高跟矮的概念而已 不要 不要把他這個真正的看成 然後說我們一定要去換算 一大十尾到底一尾多少 五十還是一百 八尺魚是真的是兩百公分還是兩百一十公分 這個對不起 這個都不能這樣子換算 這個是我們在讀這個中國古文獻的時候 你先要具備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好像等一下我們之後可能會讀到一些資料 告訴你什麼有馬這個日行百里一樣 這個你千萬報告說 他一天到底跑一百里還兩百里 好嚴重說這個人長得又高又大 然後呢很有力氣 都有力氣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然後東漢末年 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 共兼幣與玉寇 這兼幣 這組一個堅強的壁壘 這個就是物保 就組一個堅強的小城 來防禦這個敵人 然後他的組成 根據他自己的宗族 然後加上當地的一些年輕人 然後有數千家 比如說這個當然物保大概有上萬人吧 那比方說大概三四千家 大概就一萬多人吧 這個大概勢力就這麼多 然後底下就說他說 實如難葛卑賊萬餘人公主壁 主眾少不敵 然後有一次他們碰到一個巨大的威脅 就是有一群盜賊有一萬多人 來攻打他們這個物保 主壁就是他們的物保 那他們可是他們這個徐祖 他們的人就人數就居於烈士 壁戰疲疾賊賊賊 乃力壁中難屢 據智食如淤斗者智四語 然後武器都用光了 那沒有武器用那怎麼辦呢 就下壁在物保裡頭的這些人 這個去找大石頭 智食就是大石頭 像淤跟斗這麼大的大石頭 放在物保的四個角落 主飛石直之所直皆摧碎 說這個徐祖這個力大無窮 所以呢自己當拋石機 丟石頭往外面丟 被他炸到的全部都爛掉 所以賊不敢進 所以呢敵人就不敢逼近 逼近就被他丟石頭就丟死了 兩罰為與賊合 以牛與賊一石 可是他們呢敵人不敢逼近 可是還是長期的包圍他們 把他們逼到沒有東西吃 所以他呢只好假裝來跟敵人和談 用他們的牛跟敵人來換取食物 這個有同學問我說為什麼這個 徐祖他們有牛 那還要拿牛去跟敵人換取糧食 為什麼不吃這個牛過活就好了 難道他們怕那個瘦肉雞嗎 這個當然不是這樣 就是說你可以想像這個 牛在當時如果你把他真的拿來吃 這是這個非常奢侈的事情 這個一兩千年前他們 這個牛是拿來耕田不是來吃的 這樣 這個你可以想像一頭牛殺掉 你把他的肉分而食之 你能夠養活多少人對不對 所以這個必須用牛 這跟敵人換取這個米啊麥啊這種這種澱粉的主食 才來維生嘛 好 好 所以他們拿牛來跟敵人換取食物 賊乃許牛 留著奔還 可是這些牛 因為長期的生長在這個物堡裡 他們認主人 這個賊要把牛這個帶走 這個牛不肯 就跑回這個物堡 這個許主的物堡 好 主乃出陣前 好這邊的陈要念陣 他是冰陣的陣 好這個 這個是古文裡頭 這個陣跟陈 好不分 好 這個許主就跑出這個冰陣之前 一手密翼牛尾行擺於步 賊重金 雖不敢取牛而走 說這個人力氣有多大 這個牛要跑回來 這個 這個許主就跑出這個物堡去拉這個牛 因為一手拉著這個牛 要把這個牛拉回去給這些賊 給這個隔杯賊 他一手拉這牛就可以走一百多步 這可見他力氣有多大 所以這個敵人就看到他這樣就嚇死了 不敢取牛就是全部都嚇跑 由是懷如乘涼間為皆未誕之 所以這個物堡就因此而變得非常的平安 因為敵人知道這個物堡的主人這麼能打 這個沒有人敢惹他們 太祖就是曹操 這個魏太祖 曹操 遜懷如 這個曹操的部隊打到這個他的地區的時候 然後祖以眾歸太祖 所以這個物堡就加入了曹操的政權 這個許祖的帶領他這個物堡的事 整個加入曹操 太祖見而壯之曰 此無凡快也 就是說他比尼這個 劉邦手下的大將凡快 即日拜都位引入數位 就對他非常的重用 讓他這個隨士身邊 諸從祖俠客皆以為虎士 那跟著這個許祖過去 在物堡裡頭打仗的這些人 都成為他軍隊裡頭所謂的虎士 就是說這個地位比較高的這些士兵 這個物堡的特色就是 具有非常強大的戰鬥力 然後他能夠在亂世中求生存 憑藉著就是他們的武裝的力量 可是不是所有的物堡 都是像這樣的一種類型 我們可以看到 所以由於這個物堡這個領導者 他們本身的特質 這個物堡的性質也會有不一樣的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 這個物堡是一個 這個斷斷續續出現的現象 就是只要每當這個局勢混亂 我們就會看到物堡的出現 許祖的物堡是東漢末年 這個在三國這個 這個朝衛政權建立之前的一個物堡 我們接下來給各位看一下這個 西晉末年的物堡 我們也知道這個西晉 他曾經短暫的統一了中國 可是他存在的時間非常的短 然後就五十多年 然後就立刻陷入混亂 而且之後就是進入到 所謂的五湖亂華 這個中國這個禁 就禁式南遷 然後中國北方 都由這些胡佐所佔領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混亂的局面 就在西晉末年的混亂局面之中 也有許多物堡來建立 那我們給各位介紹的一個物堡 是在禁書校友傳裡頭 記在這個魚滾 魚滾 他是一個大士族 魚家是一個跟進的這個皇室 司馬家通婚的 所以他是一個外妻 可以說是一個外妻 他同樣是一個大士族 受了非常好的儒學的教育 所以這個魚滾所建立的物堡 跟你剛才看到這種力大無窮的許祖 建立的物堡就非常的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魚滾的物堡 魚滾率同性及肅性堡於羽山 在河南的西部 現在河南的西部 因為天下大亂 所以他們就逃到這個羽山上面去躲起來 然後等他們到了羽山之後 乃及諸群氏而摩約 他就把大家召集起來跟他們討論 他說討論什麼呢 他說二三君子相與楚以血 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奴也 我們現在為什麼要躲到這個險要之處 因為為了保全我們的家人 保全我們的妻兒 妻奴就妻子 妻子跟子女 古人有言千人聚 而不以一人為主 不善則亂以江若之河 他說這個古書裡頭就說 如果一千人聚在一起 然後沒有一個人作為領袖 不是散掉 不是最後就大家分散 就是會混亂 那怎麼辦呢 眾無約善今日之主 非君而誰 所以大家聽到這個話就說 對對對你說很對 我們需要一個領袖 這個領袖不是你 那還有誰呢 所以魚滾很顯然也早就知道 他是要這個作為大家領袖對不對 所以他也不簽讓他就說 接下來他就說好 那你既然要我當領袖 我有一些規則大家來遵守 所以他就提出了這個十戒 開玩笑 就類似這個十戒一樣的這個規條 這個來跟這個依附他的這些人 他說我們要遵守這些條文 所以大家一起來發誓遵守 來誓之曰 要遵守什麼呢 無視險無互亂 無暴靈 無抽屋 無採僑 人所知 無謀非德 無犯非義 陸立一心 同序為難 那你說這個人怎麼那麼厲害 這個找大家來 然後那個誓詞都早就寫好了 然後其實不是 因為他其實都是超人家的 就超書 這個從無視險開始一直到這個無犯非義 都是左轉裡頭的話 就是那因為他讀書人馬上背書這樣子 就是背 就跟我上課一樣 我們常常不是背東西給你聽 就馬上就背出來 這些都是左轉 就經書裡頭的話 所以我們不要一視險主 不要去作亂 不要欺負你的靈人 不要去破壞別人的房屋 不要去偷別人種的東西 不要做不道德的事情 不要做不公義的事情 然後大家要團結一起 來度過危急 然後縱險從之 所以你看到這個讀書人就是這樣子 在這個引經據點 然後要大家去遵守這些道德 然後這大家都答應了 這大家都發誓要遵守 然後所以在雨滾的帶領之下 這個郡顯惡渡西郡修畢物 你看畢物對不對 又出來了 這個把這個山裡頭的這個小路 把他堵塞 然後再依視著這個賢主 來修煮他們的公事 他們的這個城堡 然後史書又說 這個在雨滾的帶領之下 號令不二 上下有禮 上掌有疑 將順其美 匡就其惡 所以延然這個是一個儒家的烏托邦 這個詩心 一個儒家的道德規範的這個小的小小的 這個世外桃源 那當然這個這樣的據點也會遭遇到威脅 所以他底下就說 極賊治滾乃樂布曲整航五 皆持滿而誤發 你可以看到領導人不一樣 他們面對軍事威脅的反應也不一樣 有人來攻擊他們 他就把這些依附他的這些布曲 組織起來排成正式 可是他們持滿而誤發 持滿而誤發 把弓拉滿可是不涉及 就是說準備好了 可是他們不涉及 為什麼 因為不去挑釁敵人 敵人不攻擊 他們也不攻擊敵人 極賊挑戰 厭然不動且持焉 敵人就說你們怎麼樣 你很厲害 你就有種出來跟我打 這個他們也 這個絕不主動的去攻擊 然後就跟人家說好話 且持焉就是說跟敵人講一些 這個很溫和 這個謙卑的話 比方說木寶很窮 你打我們其實沒什麼用 你搶不到什麼錢 你還是去別的地方比較好 講一些好聽的話 所以賊服其聖 而為其賊 是以接退如是者三 所以這個物寶能夠 這個長期的存在 不是他們很能打 相對他們是不跟人家打 他們絕不挑釁 然後這個絕對對敵人 保持一種謙卑的狀態 敵人就主動的撤走 因為服其聖而為其整 因為知道他們準備非常的充分 去攻打這樣的物寶 也沒有什麼必勝的把握 所以就主動的放棄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種物寶 他的性質就跟我們剛剛看到 許祖的物寶就非常的不一樣 那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他們 領導者的特性 這個許祖是一種那種力大無窮 具有強大戰鬥能力的領導者 這個魚滾則是一個讀儒家經典的讀書人 所以他們這個產生的結果就不同 我們看一下這個當時人畫的 這種物寶的圖畫 在這個物寶裡頭 你看看這邊有一個字就是一個物寫一個物 這邊就是城 你看看到小城 上面有一個敵樓 作為瞭望用的敵樓 然後城裡頭有這個羊 牛 然後在這個物 這個物門在這裡 城門在這邊 然後城外有樹 有這個馬在城外 這邊有牛 就是說這個物寶 這個圖其實你就看到這個物寶 基本上的概念嘛 就築一個小的城 然後城內可以養一些牲畜 然後平時在城外 也可以這個進行這些農牧 好 那我們說物寶有不同的特性 可是他們這個不同的型態啦 應該說物寶有不同的型態 可是它有一些共同的特性 就這樣的物寶 基本上都是基於共同利益才形成的 它的特色就是以本地人來防衛鄉里 好處是因為他們是本地人 他們平時就有這個比較緊密的關係 所以他們往往能夠團結 而且熟悉地形 可以利用地勢的險阻 來對抗外來的入侵者 可是物寶也有它根本的缺陷 那這種勢力 這種物寶勢力的根本缺陷 在於他們不具備攻擊性跟開創性 就是說他們基本上是一種消極防禦的 組成他們不主動攻擊 不主動向外攻擊 你可以看到像徐祖 即便他非常的有這個軍事的能力 可是他也是只是做防禦 他不會去攻擊 那像魚滾 魚滾的物寶就更不用說了 所以這種物寶它基本上是一種被動防守 他也沒有辦法跟其他的物寶連成儀器 形成更大的力量 就是他們都是一個孤立的點 連線都構不成 那更不要說面 所以物寶的存在 往往沒有辦法改變整個大環境 他不能夠形成一個龐大的力量 去改變整個外在的環境 他充其量就是保護自己 讓自己在亂世之中可以生存 而且由於這種物寶 他們根據地的範圍有限 人數也不算太多 我們說大概就幾萬 最多就幾萬人 所以很難進行長期的對抗 必須與入侵者 或者較大的勢力相互妥協 就是說這種物寶 因為在亂世之中可以存在 這個一段時間 可是最後的結局 往往就是還是必須跟 較大的勢力來妥協 比方說像徐祖就加入曹操的 這樣子勢力 然後因為他們自己不能夠 不斷的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勢力 他只能夠加入別人 所以因此 在這個亂世之中出現的物寶 是非常的多 可是這個物寶發揮的影響力 基本上是有限的 他們沒有改變大環境 主導這個時局的這樣的一種能力 而像洛寶這樣的組織 就是在中國之後的歷史裡頭 也不斷的出現 比方說北宋滅亡的時候 這個因為北宋因為女真人入侵而滅亡 然後我們就會看到這個 中國的北方出現了許多的物寶 來對抗這種女真人 只是那時候不叫做物寶 叫做三水戰 可是也是同樣的東西 那到了明清時代 這種美道的這個戰亂出現的時候 我們也都看到這樣的組織 限制到20世紀 20世紀初軍閥割據 日本人入侵 到後來的國共內戰 我們都可以看到像這樣的組織 一個地方上這種 由當地人組成的這種自衛型的這種勢力 而這種勢力往往具有很強的戰鬥力 他們可以支撐相當長的時間 他們都沒有具備改善整個大環境的這個能力 好那物寶我們說了 他只是一種代表氏族的這種勢力 那他沒有辦法改變整個大的環境 可是他對於整個當時的軍隊的組成 他還是有相當的影響 為什麼這樣說 這是因為在這個東漢政權刷亡以後 中國陷入分裂時代 在這個分裂的時代裡頭 不斷有重建中央政權的努力 對不對 雖然中國長期的分裂 而是當時還是不斷的想要去努力的建立 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 那在這個時期要建立的中央政府 他其實面對兩種威脅 第一個威脅是其他敵對政權的威脅 其他敵對政權跟他不斷的攻擊這個相互的軍事衝突這樣的威脅 另外一種威脅就是來自於像物保這樣的勢力 也就是在他的統俠的範圍裡頭 有很多這種世家大族自己建立的勢力 那我們說的這個物保的形成 他就是妨礙政府去控制地方上的人民 因為這些人民就加入物保 然後自己形成自己的田地 對於要建立新政權的統治者而言 他們也要想辦法跟這些世主來爭奪 對於這些人口的控制 所以因此在東漢滅亡以後 我們不斷的看到有一些政治人物 他們想要重新建立中央政權 可是要建立中央政府其實相當的不容易 要建立中央政府 當然先要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 我們知道香港之初政權 在亂世之中更是如此 比方說曹操 這個曹操當然是有意要一統天下 這個結束分裂的亂舉 所以當曹操開始要建立他的這個 這個朝衛政權 這個建立一個強大的 重建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的時候 他就面對了這樣的一個困難 就是外有敵對政權的威脅 像劉備像孫權這樣的政權 跟他對抗 那內呢 則有這些世家大族的物保 跟他這個爭奪對於人民的控制力 在這個環境之下 曹操就發展出一種新的軍事制度 一種新的軍事體制 我們稱之為士兵制 什麼叫做士兵制 就是軍隊的主要來源 來自於某些家庭他們世代來當兵 這些家庭稱之為兵戶或稱之為軍戶 他們世代要承襲當兵的義務 他們構成了軍隊主要的組成分子 那為什麼在朝衛政權的統治之下 士兵制度發展 士兵制度的發展 一開始是因為仁職 是因為仁職 就所謂的職任 職任在古文裡頭叫做職任 用我們現在白話文來講就是仁職 就是仁職 為什麼有仁職 這是因為曹操要有效控制 他手下的這些軍人 因為這些他手下的軍人 這個面臨了敵對政權的誘惑 對不對 劉備 孫權可能會 對他們遭降納判 然後同樣的這些手下軍人可能會逃亡 想辦法去依附到那些士族的這個勢力 所以為了有效的控制他手下的這些軍人 控制手下的軍隊 曹操就發展出一種人質的這個政策 就是把這些軍人跟這些軍人的家人分開兩地 分別看管 這些軍人他們要到有軍事任務的地區駐紮 可是他們的家人不會跟著他一起去 他們的家人住到別的地方 有政府另外的來管理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前線敢判變 我就把你的家人都殺掉 對不對 看你還不敢判變 為了防止你判變 所以你的家人就是我手上的人子 你敢判變我就要殺你的家人 所以把軍人跟他們的家屬分別兩地來加以控制 這些軍人的家屬由於長期受到政府特殊的管制 就是時間一久就變成政府覺得很方便啊 你這些軍人的家屬都在我手上 所以你們就來當兵吧 這個反正我都對你們有嚴格的管理 那我需要兵員的時候我就很自然的 從這些軍人的家庭裡頭去找人來當兵 所以就造成這些軍人的家庭世世代代 來當兵的這樣的一個結果 最後就產生了軍戶與民戶的區別 就一般的百姓是民戶 他屬於州縣的管理 那這些軍戶呢 則是受到軍隊的管理 因為他們這邊的男性成員 這個如果在有需要的時候 就會被這個爭掉去當兵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士兵制度就開始產生 所以士兵制度一開始是因為 這個為了控制軍隊的需要 為了控制軍隊 為了控制軍隊 為了控制軍人 把他們的家屬嚴加的管控 然後在這樣一個狀況之下 就發展出一種士兵的制度 那具體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 常衛政權對於士兵的家庭集中管理 讓他們平時去屯田 就算大亂之後嘛 政府手上有很多無阻的土地 那政府把這些軍人家庭集中管理之後 就把他們送到這些需要開墾荒地的地區 給他們土地讓他們去開墾 政府給他們這個土地給他們這些牛啊 種子啊這些生產的工具 然後讓他們去開墾 那收成呢 則由政府跟這些軍人家庭來對分 所以這些軍人的家庭這些軍戶 就變成政府的電農了 電客 電農 他們幫政府去耕田 然後收成 然後政府跟政府對分 那等到他們在前線服役的家人死亡以後呢 則由他們家庭中的釘狀案籍來地補 前線 這個家庭在前線作戰的人死掉了 那我需要補充那最簡單方法就是 找你的家裡頭的人再去頂替 那在這樣的政策裡頭 一個軍戶到底有幾個人在當兵 一個軍戶需要出多少人來當兵 不一定 就往往就是看 一開始你們這個家庭有幾個人在當兵 然後一開始你家庭有兩個人 然後政府就手上一直掌控了 這兩個軍人的名額對不對 所以就不斷的要你們這個家庭出人 去捕食這個兩個人的名額 那有的軍戶可能只有一個人 那有的軍戶是三個人 不一定 沒有一定 所以它產生的結果就是 這些軍戶其實還滿可憐的 就是他們負擔其實滿重 你看政府雖然給他們土地 可是他們耕作的所得 有一半是要給政府 那他們又要長期的 要承擔這個當兵的責任 他們的家人在呈現陣亡病死 或者任何的因素 這個不見了 那個政府就要他們去補充 所以負擔非常的重 所以因此這個兵戶制度 實施一段時間之後 就產生了一個現象 就是這些兵戶的家庭 開始不要養男孩子 因為對這些兵戶家庭而言 我幹嘛要養男孩呢 我生了一個男孩把他養大 然後就被政府抓去當兵 對我們這個家庭毫無好處 我還不如養女孩 這個至少養了女孩 這個他會留在這個家庭裡頭 他不會被政府這個動不動就抓走 這個爭掉走 所以產生的這個結果就是生子不舉 所以不舉就是不把他養大 生了男孩子就把他殺掉 我們知道這個殺陰在古代社會非常的普遍 當然你說到現在社會都還有嘛對不對 這個前陣子報紙上還在報導說 這個台灣有好多的女嬰又不見了對不對 這個當然現在都這個用別的這個方法 來處理這個問題 那在中國古代因為沒有什麼技術 往往是小孩子生下來以後 看到女孩就把他氣養 就把他不養他 因為中國長期的觀念是重男輕女 所以這個殺女嬰在古代中國 是一個非常常見的現象 通常都是家庭生了小孩以後 他要做篩選的時候就是這個牛男 留下男的不要女的 可是在這個曹魏時期的這個兵戶剛好相反 他們是殺男嬰而留女嬰 因為他們覺得養這個男嬰是沒有意義了 對這個家庭沒有好處 那對於政府而言 他們當然不願意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啦 設立兵戶的目的就是為了確保兵員 的無語嘛 這個確保這個兵員是充裕的 那這些軍戶都不去養男孩子 那當然就將來就沒有兵員 所以政府往往要採取一些手段去安撫 去改善這些軍戶的經濟狀況 讓他們鼓勵他們這個生小孩 然後把男孩子留下來等等 不過你從這個文獻裡頭記載 當時軍戶有生子不舉的狀況 你就可以想像兵戶政策這種士兵制度 其實它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你長期讓這些某些的家庭 去承擔這種兵役的這個負擔 那如果你沒有給他們足夠的這個報酬 那這些家庭為什麼要承擔對不對 這個他們等於承擔的比別的家庭更多的這個負荷 所以這個是這個士兵制度存在的一大問題 就是如何的提供這些軍戶的家庭足夠的這個條件 讓這些家庭願意為政府來服兵役 就變成這個士兵制度的一大難題 好 有沒有什麼要討論的或者有疑問 是 那當時是什麼決定第一批的組部 對 好 但是這個軍戶從何而來 當然一開始就是哪些人 他們加入了曹操的軍隊 曹操軍隊的這些士兵 他們的家人就被政府 當政府開始監控他們家人的時候 當然不是一開始政府就採取這樣政策 這個政策是慢慢形成的 那一開始就是政府覺得 有必要去監控這些軍人的家庭 然後開始逐漸的形成一個做法 就是把這些士兵的家庭 開始集中管理的時候 軍戶就開始出現 所以最早的一批軍戶就是 當初跟曹操開始打天下的這些軍人 他們的家人就變成了軍戶 然後等到軍戶形成制度 這些軍戶都被造了名冊 然後世代的服役以後 這樣的規定就變成制度化 就變固定下來 那當然這種軍戶是需要補充的 有一些軍戶他可能實施了 一段時間以後這個家庭就沒有男性成員 對不對 你就政府在控制這樣的家庭 就沒有意義 或者有一些軍戶就護絕了 家庭都沒有後代了 這家庭消失了對不對 那當然需要補充 那我們等一下會提到怎麼補充 常常一個常見的補充大概就是以罪犯 就是用罪犯把罪犯變成兵戶 好我們說這種士兵制度 是從朝衛政權開始推行 雖然他有很多的問題 我們剛才講了 像身子不舉 對不對 這個你對軍戶的待遇不好 然後軍戶就消極的抗拒 就是我不養男孩子 所以有這樣的問題 可是這樣的制度卻一直維持在整個南北 這個魏晉南北朝時期長期的存在 好 那為什麼這個士兵制度常常存在 主要原因就是這樣 就這樣的一個條件沒有消失 就是在這個分裂的時代裡頭 政權往往面對外來其他敵對政權的威脅 然後內有這些釋迦大族 跟他爭奪控制這個人民 所以政權都面臨兵員保衛戰 就要確保這個兵員士兵的來源 那對於這些政府而言 他們覺得士兵制度是一個最簡單的辦法 我就是專門去掌控某些家庭 然後強迫這些家庭適當地去當兵 那我的兵員就可以得到確保 所以這種士兵的體制從朝衛政權建立之後 就被接下來的這個政權所承繼 比如說西進 西進串了朝衛 西進政權的基本的兵制也是士兵 就是士兵制 西進滅亡 好近視南遷建立東進 東進在南方立國的時候 原來的西進軍戶已經在北方大亂之中 葬施殆盡 就是說這個我們知道西進末年內有所謂的八王之亂 後來又有這個五湖的入侵 這個西進的軍隊損失殆盡 那軍隊損失殆盡當然也代表了軍戶的損失 殘重 所以等到東進在南方建立的時候 他手上已經沒有什麼軍戶可以掌控 所以東進在立國之初 他主要是靠著在江南任職的這些士族 他們手下的兵力 東進建立者東進原地司馬瑞 手上自己可以掌握的兵力 其實相當的有限 他依靠的是一些大的士族的 這個手上的兵權 特別是這個大士族王敦 跟他的這個弟弟王島 就成為東進政權重要的支柱 就是說這個東進政權 他一開始建立的時候 就是靠著這些士家大族的支持 才能夠在長江流域建立這個基礎 所以當時有王與馬共天下的 這樣的一個說法 當時人就這樣說 王家跟司馬家 這個共同分享這個天下 那對於東進皇帝而言 他當然不想讓自己的天下 跟這些大士族來分享對不對 這個皇帝應該是大權在握 這個掌握最多的權力 怎麼能可以讓政權跟其他的人來分享 所以等到東進政權建立後 皇帝其實千方百計的 想要擴張手上的兵力 他想要掌握更多的兵力 不想一直倚靠著這個士族的支持 那麼說靖的兵制就是士兵制 那你要讓皇帝手上掌控比較多的兵士兵 那一個前提就是說 你要建立足夠的軍戶 你要掌握足夠的軍戶 也就是說你如何補充在西進滅亡時候 損失的那些兵戶就變成當務之急 東進皇帝他採行幾個做法來補充兵戶 第一個做法是蒸發同奴 他就把一些所謂的同奴蒸發 什麼是同奴就是奴隸 這個當時的文獻裡頭叫做同奴 就是一般說法的奴隸 在這個時代奴隸是沒有地位的 他們是主人的財產 他們的地位就好像牛跟馬一樣 他們的主人往往擁有很多的土地 人口資產對不對像牛馬 在這個時代主人可以任意的殺戮他的奴隸 這些奴隸都不受到國法的 國家法律的保護 他們的生命是屬於他們的主人 所以地位非常的低下 所以如果這些同奴他被徵掉 政府徵掉成為兵戶 其實是脫離他們原有的卑微的地位 雖然說變成了兵戶 你需要世代的當兵 可是至少你就從此受到政府的保護 你的生命不在於受你主人的掌控 所以對於同奴而言 他們政府要蒸發他們去當兵 他們當然有意願 可是他們的主人會反對 對不對 他們的主人是誰 他們的主人就是這些士族 誰手上擁有最多的同奴 當時這些擁有政治權利 自己擁有軍事權利的大士族 因為這些同奴就是他們的財產 你政府說把他們蒸發就蒸發 那我們就會受損失啊 所以每次政府要爭掉同奴來當兵 就會引起大士族的反彈 所以呢這個效果不太好 因為這個大士族有掌握政權 你要去損壞他們的權利 他們會抗議 所以雖然政府採進蒸發同奴的辦法 可是這個收效有限 好那蒸發成奴效果不好 那怎麼辦呢 那另外一個替代的辦法就是用罪犯 你看罪犯又來了 罪犯來當兵 在西進的時代 就已經有蒸發罪犯來當兵的這樣的例子 但是西進時候你罪犯來當兵 僅限於個人 他的家人不會因此而變成軍戶 就是說這個你犯了罪 你被送去當兵 那你的家人並不會受到連累 可東進時候就不這樣子 東進往往一人犯罪全家去捕軍戶 你犯了罪把你送去當兵 你家人從此就變成了軍戶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法來補充 這個兵戶的數量 另一方面呢 在東進建國之初 政府的控制力很低 人民這個因為局勢很混亂嘛 這個沒有什麼控制力 人民往往就逃贏不報戶口 這個在局面混亂 這個政府的控制力降低 人民就乾脆不要報戶口 來逃避這些賦稅啊 逃避政府的控制 等到東進政權穩定以後 就幾次的發動大規模的戶口清查 去抓這些逃戶 你不報戶口 把你抓出來去調查去清查 把這些逃戶找出來 而這些逃戶一旦被找到 他們就被視為犯罪 比如說你不報戶口是一種犯罪行為 然後你犯罪要懲罰你 懲罰你就去當兵 就補充兵戶 所以就透過這樣的方法 那你當然可以想像 這樣的辦法是比較有效的 就是說抓到這些逃戶啊 或者有人犯罪以後 然後就把他們送去變成兵戶 不過即便有了這些補充 這個政府仍然實時覺得兵戶不足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兵戶會逃亡 就是說因為他們覺得 這個長期的承擔當兵的責任負擔太重 他們會逃亡還有躲避 所以會流失 這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這個東進政府 有的時候為了籠絡官員 他們又往往會把兵戶賞賜給官員做奴仆 所以他變成一個非常有趣的矛盾 一方面你爭掉奴仆來補充兵戶 那有的時候呢 為了政府為了討好這些大官 又把一些兵戶賞賜給他做奴仆 所以一來一往就都抵消掉 那更大的損失是遭遇嚴重軍事威脅的時候 政府為了鼓勵士兵奮勇作戰 他們往往承諾士兵 只要你在這一場戰爭中奮力作戰 取得勝利 我就免除你接下來當兵的責任 就是說給你這個交換條件 為了鼓勵士兵奮勇作戰 所以只要你奮勇作戰 我們這一場打贏了 那整批士兵全部都免除兵戶的身份 讓你變成一般的民戶 因為大家知道這個當兵戶比較不好 當兵戶比較好對不對 為了鼓勵士兵奮勇作戰 所以就往往這個一次戰爭的危機過去了 可是政府也損失了大量的兵戶 因為政府要實現他的承諾 這個政府這個度過了軍事危機 可是這個大批的士兵都轉而變成了一般的平民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士兵制的問題其實非常的多 這個根本沒有辦法滿足國防的需要 你可以看到 雖然政府一直這個採行這個士兵制 可是士兵能夠提供的這個服務是有限的 在東晋時代真正有戰鬥力的部隊 往往是地方官個別招募所設置的部隊 所以這些士兵往往不能夠提供政府真正這個 遂行國防保衛國家的這個人力的來源 那真的有戰鬥力的反而是募兵 地方官去招募的 有地方官自行去招募的 所以一般人一般的學者講到近西近東近的軍隊 都會跟你說東近西近是採取士兵制 那可是這只是部分的正確 因為在東近其實我們仍然看到了募兵的現象 而且募兵所扮演的角色 其實有的時候更為重要 比方說東近末年設置的這個北斧兵 這個這一支軍隊就非常的重要 北斧兵成為主導東近後期政治發展最主要的力量 我們知道歷史上有名的匪水之戰 匪水之戰結果是東近打敗了來犯的前傾 渡過了這個亡國的危機 而匪水之戰東近之所以能夠獲勝 最重要的就是因為有北斧兵的奮勇作戰 那北斧兵是從何而來 這個是在匪水戰爭之前 這個東近的宰相謝安 有感於這個前傾的威脅這個非常的嚴重 他把他的侄子謝玄派到了這個長江北邊的揚州 去防禦這個江北之地 然後謝玄到了那邊以後就招募這個當地 有很多從淮河流域南逃的這些流民 設立了這一支北斧兵 那北斧兵這個因為是招募在這個邊境上的 這些百姓組成所以非常的這個強悍善戰 所以就變成了東近後期最重要的一支軍隊 後來東近的滅亡也跟這個北斧兵這個 這個軍隊的控制權落入這個他人之手有關係 就是後來政府沒有辦法控制了北斧兵 所以這個東近之後就滅亡 所以我們就說東近這個從立國之始 這個中央政權他們掌握 特別是皇帝能夠掌控的這個兵力就非常的有限 所以他們透過了許多的努力想要改善這個問題 可是因為這個他們仍然沉寂這個士兵制度的傳統 所以其實效果有限 那真正有戰鬥力其實還是由地方官這個招募而來的軍隊 那其結果大家也可以想像就是中央的這個權威一直不夠堅固 因為真正有戰鬥力的部隊其實還掌握在地方官的手上 這個變成東近長期的難題了 所以因此東近的中央政府始終不能夠發展一套有效的制度來建立跟管理 強而建立跟管理一支強而有力的軍隊 所以這個也就構成了東近政權始終沒有辦法北伐收復中原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所以兵制的不健全可以說是這個東近的一大問題 那對於東近政權而言它的問題不止於此 除了軍隊組成上的問題之外 軍隊的管理跟指揮也有很多的問題 近視南遷之後戰亂始終不斷 所以地方上的這些官員隨時都可能面對戰爭 這是一大難題 在此情況之下 中央政府勢必要給地方官足夠的權力 從東近開始 他就設置所謂的都督府 設置所謂都督府 這個都督府的設置從東近以後一直存在 從東近到後來的宋崎良城 這所謂的南朝 都一直有這個都督府的設置 那都督府的數量 在不同的時代以後有不同的數字 他原則上是從九個到十五個 這整個東近跟後來的南朝可以控制的領土 大致就劃分成這個九到十五個都督府 每一個都督都督府的都督 他的權力非常的大 都督之下 則是各州的刺史 那多數的刺史都帶有將軍銜 比方說他是揚州刺史 他可能就帶一個正東將軍的頭銜 如果他是廣州刺史 就帶一個平南將軍的頭銜 那為什麼一個人要有兩個關係 因為要代表他長統兵 都督跟刺史由於兵權在握 所以這兩種人的反叛就成為南朝 從東近到南朝政治動盪的最主要的原因 就內部政治的動盪 都是因為這些都督、刺史、起兵、反叛 在東近時代 絕大部分的都督跟刺史 都是由釋迦大族所掌控 都掌控在士族 所以我們說的這個東近的時期 這個兵 士族的兵權非常的強大 就是因為 主要就是因為他們擔任了這些都督刺史 然後他們手握重兵 那中央呢始終沒有辦法 擁有這個強大的兵力 來抗衡這些士族手中掌控的兵力 東漢以後的這些士族子弟 多半才兼文武 就是他們這個一方面讀書 擁有政治的能力 那一方面也這個席於公馬 這個蕭勇善戰 在東近時期的名將幾乎全部都是士族 這個比方說大家很熟悉的像主替啊 這個王敦啊 這個班磚的陶侃啊 這個後期的這個環玄啊 這些都是這個 全部都是士族 不過隨著時間的發展 我們看到了一個現象 就是到了東近的後期 士族對於軍事的興趣開始降低 所以說從西近到東近 掌握兵權的都是這些士族子弟 可是因為他們長期的掌權 他們方面掌握了政權 掌握了兵權 然後他們又非常的有錢 他們的生活開始逐漸的腐化 他們的注意力開始轉向文學跟懸談 懸談就是說談一些這個 高妙的這個人生的道理啊 這些哲學 他們的興趣越來越轉到文學跟哲學上面 他們的軍事才能就逐漸的下降 這是我們在東近看到的一個現象 就是就整個東近而言 兵權是掌控在士族之手 可是從前期到後期我們看到 士族逐漸的讓這些權力被釋放出來 那為什麼因為到了東近的後期 很多的士族已經對軍事沒有興趣 講到晉朝的這些士族 對於軍事的這種疏離 這個對於軍事的缺乏興趣 歷史家很喜歡引的是這個故事 當然除了這個故事以外 還有一些其他的啦 比方說這個到了東近晚期 說那個士族都不會騎馬 你知道這個在中國古代 如果你要上陣這個作戰 這個你要你做一個軍事的指揮官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會騎馬 那個這個冬季曾經留下來的故事 是說有一個士族 說他已經不習慣乘馬 他都根本不太認識馬 有一次他看到一匹馬 在路上看到一匹馬 那個馬在嘶吼 結果他嚇了一跳 然後說這個東西叫馬嗎 我覺得他像老虎 那叫聲跟老虎一樣大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這種 就是說因為他不習慣這種事情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在士說新語簡傲24 我想這個大家在中學的時候 大概都讀過士說新語的 士說新語都是一個一個小小的故事 然後他會把它分類 這被放在簡傲類 就是說好傲慢 簡單這個追求那種簡單傲慢的那種 那種生活的模式 然後他記載的是一個 兩個大士族之間的對話 第一個主角叫做王子游 就是王輝之 這個是狼爺王家 的這個大士族的後代 然後他擔任還居濟 居濟是居濟將軍 這個人實際上叫還聰 還家是當時的另外一個大貴族 跟王家基本上勢力是非常的接近 那還家的特色是他們出名將 這個家族出了好幾位名將 還聰是東進的名將之一 他擔任居濟將軍 正守在這個現在的這個湖北地區 非常的有功勞 那王輝之呢 因為他是這個大士族之後 所以他也這個 這個享受很很高的 這個政治的權利跟地位 他就擔任這個環衝的寄兵參軍 一個在當時一個將領 他手下會有兩個參軍 一個叫步兵參軍 一個叫寄兵參軍 那你可以想像這個一個管寄兵 一個管步兵 那這個參軍當然就是非常重要的這個幕僚 是對於一個將領手下 一個非常重要的幕僚 所以這個寄兵參軍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位 那王輝之能夠做到這樣的職位 當然是因為他士族的身份 他是這個大士族的關係 那有一天這個環問曰 就是環衝就問王輝之 王輝之說 親何術 他說你在哪裡辦公 然後王輝之的回答是 答曰 不知何術 十劍千馬來四四馬朝 他說我不知道我在哪裡上班 可是我上班的地方 常常看到有馬 大概是在這個管理寄兵的單位 所以叫馬朝 管理寄兵的部門 環衝又問他說官有幾馬 答曰不問馬何有知其數 他說那我們現在我們的軍隊裡頭多少站 他說我從來不問馬 我怎麼知道有這個多少的數字 那為什麼黃輝之要說不問馬 這是有典故的 這是論語裡頭的典故 論語裡頭有這樣的一個故事 說有一天馬就焚毀 舊焚 孔子退朝曰商人乎不問馬 就這樣這樣的一段記載 很簡單的一段記載 就是說有一天馬就焚毀 然後這個孔子上班回來 聽到這個消息 就問說有沒有人受傷 可是他從來 他沒有一句話去問說 有沒有馬受傷 因為這個馬舊焚毀應該 suppose死掉的是 受傷的是馬 而不是人對不對 可是他他只問商人乎 那幫論語做注釋人 就在後面說了 他說因為貴人見處過不問也 他說因為人命才是真正尊貴的 那畜生這個傷亡就算了 所以說不問馬 王輝之就引了這個典故 就說不問馬何有知其術 他說你問我馬的數量多少 我從來不知道 因為我跟孔子一樣我不問馬 然後環聰又問他說 馬必死多少 他說我們最近戰馬有多少的損失 損失了多少是戰馬 那達曰未知生焉之死 他說我生的都不知道 活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死的事情 那這個當然很明顯 又是這個論語的典故 我想各位都很熟悉的這個子路問死 洪子曰未知生焉之死 所以你看到在這樣的一個簡單的對話裡頭 王輝之子在做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叫做答非所問 對 就是你問我什麼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在哪裡知道嗎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說什麼馬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 可是請注意喔 王輝之真的不知道環聰在問什麼嗎 他當然知道環聰在問什麼 對不對 他的回答都是經過非常仔細的思慮 因為他所有的回答都引經句點 你有沒有看到他所有的回答都引用孔子的話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他是一個氏族 這個講話要有學問 對不對 我是一個氏族我有學問 我 你問我的事情我都沒有興趣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在回答你的時候 我所有的這個回答 我都引用孔子的言行來答覆你 來表示什麼呢 表示你問我的這些事情 都是我不屑於知道的事情 為什麼我不屑於知道 因為我是一個大氏族啊 我是一個像孔子一樣偉大的 至少至少我 也許不像孔子偉大 可是至少我想要模仿像孔子一樣 所以我 我不會知道這些事情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段對話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當時有一批氏族 他們已經把這種參與軍事的事物 當成一種俗物 對於這些氏族的人 他們毫無興趣 這樣的一個情況持續的發展 最後當然就導致這個兵權落入到寒門之首 那最嚴重的事情就是後來這個寒門出生的劉裕 他取得了北斧兵 打敗了氏族還旋 而取得絕對優勢的兵權 這我們之前介紹過 北斧兵是冬季末年最重要的一支軍隊 這個 因為劉裕掌握了這一支軍隊 所以他 這個取得了軍事的優勢 而能夠這個最後篡位 那劉裕篡位以後 他自己是一個寒門出生 他當然對氏族沒有好感 他也不希望 氏族再像過去那樣子的掌控兵權 所以劉裕 在取得權力以後 他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消奪氏族的兵權 要把氏族的這個指揮權拿過來 那怎麼辦呢 用什麼人來取代氏族 用他自己的所謂的宗室 就是用他自己的親戚 他們劉家的親戚 可是這種 以自己的親戚 自己的宗室 來取代氏族掌握兵權的做法 從劉裕開始 推行 從劉裕的宋 到後來的齊 到糧 到最後的成 這四個王朝 基本上皇帝都持續推行這樣的政策 就是我盡量不要用氏族 我要用跟我自己有關係的這些人 這些我跟我親戚關係的這些人 可是結果呢 他卻導致了這個政治的局勢更加的不穩定 也就是說我們之前講了這個東進導致政權動盪 政治動盪的一個主因 就是掌握這些兵權的氏族 他們起來這個叛變 那南朝從南朝宋開始 這個皇帝用宗室來取代氏族 表面上是說我希望這個用自己比較信任的宗室去取代 那些可能會叛變的氏族 結果事實的狀況是更糟 就是中式的內鬥變成這個南朝 就是宋齊良城這四個王朝 政權快速更迭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用中式取代氏族 政權反而更不穩定 這是因為這個中式他的性質 他們的掌握權力的性質跟氏族不一樣 我們說過了這個 危機南北朝的氏族 他們其實是一個長期發展的產物 這些世家大族他們世代掌握權力 對於這些氏族而言 他們的家世 就是他們權力跟財富的依據 至於我現在當官皇帝要不要重用我 我是不是要努力的去執行政務 或者說追求軍事成就 對於很多氏族而言並不重要 比方說你看這個王輝之就是這樣子 他擔任繼兵參軍這麼重要的職位 可是他什麼事都不想管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可以這樣 因為就是說 即便我什麼事都不做 不過你也不能賴我如何啊 你是環衝是我的長官 這個他問我的事情 我什麼事情我都不理他對不對 他根本就是在跟他的長官這個 這個在那邊胡扯對不對 長官問他事情他都不予你回答 可是他的長官能把他怎麼樣 因為他是大氏族的後代對不對 環衝說我把你撤職 那不是得罪整個狼爺王家對不對 不會 所以我隨便做沒有關係 所以也就是說 對於這些氏族而言 現實的政治權利 或者現實的政治表現 也許很重要 也可能不重要 因為就算我完全不要這些政治表現 我既有的權利地位 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當然我要更大的權利 我要更多的財富 我可能要努力的在政治上面 追求權利 可就算我不去追求 我還是一樣過得很不錯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 在東進 對於一些氏族而言 現實的政治權利 並不是那麼的絕對 那麼的不可或缺 所以我不願意去追求政治權利 我情願就放棄 所以有一些氏族 他們甚至隱居而不是 他們根本不出來做官 因為反正我衣食無語 我是氏族 我就衣食無語 我幹嘛一定要出來做官 那可是對於南朝的這些中氏而言 他們的狀況就跟東進的氏族 非常的不一樣 我們說了這些南朝的這些王氏 從劉裕開始 他們的出身不是大氏族 所以他們的中氏 為什麼能夠享受權利 其實全憑著這個皇帝的富裕 就是說因為我們家出了一個皇帝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享受權利 所以對於中氏而言 現實的政治是他們一切權利財富的基礎 就是因為現實上面 我們家庭裡頭有人掌握了政權 所以我們才能取得這些優勢 如果沒有 沒有我們其實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家族 那另外一方面 中氏既然跟這個皇帝同屬一個家族 所以理論上他們也有當皇帝的權利 就是說這個皇帝是我們劉家的 或者這個在南朝宋的時候 皇帝是劉家的 騎士是個蕭家的 對於中氏而言 其實我可以當皇帝啊 我們都同姓對不對 所以呢 當這些中氏掌握政權 掌握兵權以後 中氏掌握兵權以後 內鬥就變得更嚴重 因為他們更有理由起來造反 一方面政治的權利對他們非常重要 另外一方面 他們自己覺得自己有當皇帝的可能 所以我們看到 東晉立國一百多年 可東晉滅亡以後 這些既起的這個四個王朝 他們的這個存在的時間 相對而言就少了很多 那為什麼 因為不斷的內鬥 尤其是中氏的內鬥 這種不斷的內鬥 以及政權的這個幾十年 過個四五十年 就一個政權更迭 一個王朝就被被替換掉 就造成整個南方的國力的消弱 南朝最嚴重的一場內鬥 是發生在西元548年的侯景之亂 那侯景他是一個這個從北方來投降的大將 後來他起兵叛變 那侯景之亂最嚴重的就是 他開啟了南朝梁 這個梁也是蕭家 這個蕭家一連串的內鬥 不只是這個侯景他這個發動叛變 打進了這個當時的首都建康 更嚴重的是因為他的叛變 而引發了一連串這個 南朝梁的中式的內亂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造成南朝的疆抑鬱 極度的縮減 然後以至於北方的政權開始 在這個情況之下取得了優勢 我們看一下 好這第一個地圖是東進晚期的一個 南北的局勢 當時北方處於分裂狀態 像那麼多國家 這個當然這個就是後來 被統稱為五胡十六國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一個統一的南方 對於一個分裂的北方 那當然誰比較佔優勢 當時南方比較佔優勢 好當時東進其實也有內部有問題 就是這個四川它有一個割據的政權 好不過相對於北方的這些小的靈性的政權 當然東進是優勢 然後後來北方富貴於統一 我們看下一張 就到了宋 東進也滅亡了 北方也統一了 這是宋 那這些劃分的是宋的這個 他們的行政區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各個都都區 這個各個州 梁州 金州 這個揚州 宋是這樣 這個衛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雙方的疆界 四川這時候已經完全 這個又又重新的化歸於中央的控制 所以南方是完全的統一 然後呢跟北方之間這個是秦里 這邊就是現在的這個四川北部 然後這邊是這個湖北這個京鄉一帶 然後這個東邊就是以淮河為界 東邊也是淮河 雙方對峙 然後四川跟四川北部都在南方的控制之下 然後這個湖北的北部也是在這個南方的控制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可以說是南方勢力的極盛 就是說北方也統一南方也統一 那在這樣的一個階段就是南朝宋跟北魏對峙的時期 可以說是南方疆域最大 從此之後南方的疆域就開始縮減 然後主要原因我們剛才講過 因為淚亂 到了南朝梁的時候 北魏先分裂 北方先分裂 分成東魏跟西魏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為什麼北魏會分裂 南北的疆域 這個大致沒有太大的改變 那這個雙方大概就是在淮河一帶互有爭奪 然後這個四川還是在南方的手上 然後這邊這個湖北一帶也是互有爭奪 所以這個相較於剛才的這個南朝宋的狀況 江域稍微的後退 稍微向南的退 可是沒有太大的改變 因為梁這個這時候梁還沒有分裂 北方先分裂 所以梁還是具有某種優勢 可是這樣的優勢到了侯景之戰以後 就繼續的改變 侯景之戰然後接下來 一連串的中式的內鬥 梁就消失 這個政權消失 取而代之的就是南朝的城 讓北方持續的分裂 北方的這個東魏變成後來的北齊 西魏變成了北周 可是北方政權在疆域上有極大的進展 西邊的這個從西魏變成北周的這個政權 佔領了現在的四川跟這個湖北地區 那東邊的這個東魏政權變成的齊政權 佔領了長江以北所有的地區 所以南朝的這個城 它的疆域就變成有史以來最小的 就是南朝這個最糟糕的一個疆域 就是它其實跟北方是沿著長江在對峙 他們本來對峙的是淮河是在這裡 這一塊這一塊地方完全落入這個北方的掌控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光從地圖上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南北雙方的這個疆域已經相差甚大 就當北方後來在統一的時候 南方其實已經相對而言就變成非常的弱小 所以最後統一中國的是北方的政權 而不是南方的政權 我們簡單的來交代一下這種南北形勢轉變的一個過程 就是南北在分裂之初其實南方比較強嘛 我剛才講過因為北方在分裂 一開始入聚中原滅亡西進的胡人 因為他們不能夠建立穩固的政權 就形成了所謂五胡十六國這樣的一個階段 所以北方不斷的戰亂分裂 南方的政權相對於比較穩定 所以南方政權的疆域人口跟實力都占有優勢 這是南北剛開始分裂的時候 所以既然南方又有優勢 所以理論上是南方有實力北伐 南方往北邊攻擊 而不是北方南傾 所以一開始在南北分裂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都是南方往北方打 是北伐的工作 可是南方北伐的工作一直沒有這個具體的成果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這種君主跟士族之間的矛盾 以及士族與士族之間的矛盾 東進的兵權掌握在士族手上 士族又分成好多大家族對不對 士族有好幾個大家族 也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有任何一個士族 他發動北伐而成功的話 則這個士族他勢必取代司馬家而成為新的皇帝 因為他建功力要重新統一中國 他發動北伐然後重新統一中國 那他更具有做皇帝的這樣的一個資格 所以東進的君主基本上對於北伐都不予以支持 表面上都說可以啊你去北伐啊 你哪一個大士族說我現在要發動北伐 皇帝的說好你去北伐 可是事實上他這個心裡頭想的是不予以支持 然後其他的士族其實也就是這個靜觀其變 為什麼因為如果有一個士族真的北伐的成功 他就打破了這個士族之間的權力的均衡 他可能就會取皇位而代之 這也不是其他士族所樂見 所以大家都靜觀其變 所以這個在東進時期發動北伐的這些士族都 基本上是這個蠻辛苦的 就是說他一個人在這個前線奮鬥 然後可是後方呢大家都在這個看戲 看他的好戲 所以這個當然這個都難以有所這個成就 所以幾次的發動北伐最後這個都沒有這個真正的收復中原 那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北方重新統一 這個胡人開始建立了穩固的政權 那最重要當然就是後來我們等一下介紹的這個拓拔 這個先卑人拓拔式所建立的北魏政權 北方統一之後南方就不再佔有優勢 所以等到北魏政權建立以後我們看到了 從南朝宋開始他們面對北魏的時候的軍事行動 就基本上沒有什麼成果 這個從南朝宋開始還是繼續的發動北伐 可是基本上都沒有戰功 南方在軍事上面逐漸的沒有辦法克制北方 除了是因為北方政權的實力增加以外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祭兵的發展 我們說了這個祭兵 他雖然在這個戰國時期就開始出現 可是他的這個攻擊力有限 因為這個受限於這個馬頓 這個還沒有發明 所以在這個秦漢時代的戰爭之中 我們還沒有看到這個祭兵 非常的這個具有主導戰場的力量 可是到了南北朝的時期就不一樣 南北朝時期的祭兵就變成戰場上最重要的一個兵種 那為什麼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馬頓使用的普及 馬頓使用開始普及 所以祭兵的攻擊力大增 一個祭兵他可以在馬背上 用他的兩隻手 因為我們說你使用馬頓以後 你的兩隻手都可以空出來使用武器 你光靠你的兩隻腳就可以讓你穩固 因為你這個屁股坐在馬鞍上面 兩隻腳踩在馬頓上 你就可以很穩定不會摔下馬來 所以你兩隻手可以完全的空出來 所以士兵可以在馬背上各使用一隻藏兵器 那他的攻擊力非常的這個就變成非常的大 我們看一個在文獻裡頭描述的祭兵 這個是西晋末年的大將叫做承安 他跟這些匈奴人 在禁書留藥在禁 留藥是一個匈奴的領袖 記在這個承安跟匈奴作戰的時候 他說他左手奉七十大刀 右手指杖八蛇毛 這是舌古血的蛇字 杖八蛇毛 左手用七十大刀 右手用杖八蛇毛 近交则攻矛 這個刀矛俱發 責害五六 他說你敵人逼近他的時候 他同時使用刀跟矛 對敵人發動攻擊 一次的攻擊可以殺掉五六個人 遠則帶雙箭左右持射而走 他說如果敵人距離他很遠的時候 這個刀跟矛就不能使用 相距太遠 那他什麼射箭 雙箭就是兩個弓 他身上有兩個弓 左邊一個弓 右邊一個弓 這個向左邊射 向右邊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人 真是快變成一個彈藥褲了對不對 這個身上帶了至少四種武器 對不對 一個刀一個矛 然後還有兩個弓 那當然還有很多的很多的劍 對不對 所以說這種忌兵你怎麼跟他作戰對不對 很難啊 這個因為他這個很難很難被這個 你很難抵擋他 因為他這個攻擊力非常的強 好一方面我們看到了 這樣這個這個具有強大殺傷能力的這個忌兵 另外在這個時期的另外一個發展 就是重裝忌兵 在文獻之中稱之為鎧馬 重裝忌兵是我們現在說的 那在中國古文獻裡頭叫做鎧馬 鎧馬顧名思義就是 披了裝甲的馬匹 就馬匹上也有裝甲 不只是人有裝甲 馬匹也有裝甲 鎧馬他具有強大的防護力 跟衝擊力 因為他很重 他披了盔甲以後很重 具有很大的衝擊力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什麼是鎧馬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一個忌兵圖 你可以看到 這時候的忌兵已經使用藏兵器了 雖然這個圖上我們都沒有 都沒有畫他們 他們有馬凳 可是至少這些忌兵已經開始用藏兵器 然後他們頭上都有口盔 通過這樣的圖你可以知道 在這個時期的忌兵都已經開始使用藏兵器 然後身上應該是有盔甲 我們看一下重裝忌兵 這是在敦煌壁畫裡頭 我們知道敦煌的壁畫 他包含的時間很長 這個敦煌的石窟 開始修建是在北魏的時期 然後後來一直到唐朝 甚至到唐朝滅亡的五代時期 陸陸續續有修建 那壁煌壁畫那個內容非常的豐富了 那這個是 這兩幅壁畫是非常有名的 這兩幅是北魏時期的壁畫 為什麼有名就是因為這個 他代表了北魏時期的這個忌兵的形象 那我們第一次看到 在壁畫上面可以看到 重裝忌兵 你看看這個重裝忌兵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是他裝劍的劍狼 然後手上拿的是這個長矛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一個忌兵有長兵器也有弓箭對不對 這個就是弓這個是弓這是劍狼 好像有長兵器 所以他至少只有兩種兵器對不對 然後人身上有盔甲像這個頭盔對不對 還是有點像我們這個全副式安全帽的那種感覺對不對 把整個頭都保護起來 一直到他的脖子 然後身上有盔甲然後馬也是 馬只有眼睛跟四隻腳都在外面對不對 這匹馬也是這樣 然後再看這個 這一個壁畫就是 重裝忌兵跟步兵在作戰的一個狀態 你看這個忌兵手上拿著長矛對這個步兵發動攻擊 那步兵手上拿一個短刀 這個怎麼砍都砍不到他對不對 這個步兵一定完蛋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 重裝忌兵在跟步兵作戰的時候 他顯然他又有長兵器 這個馬又有盔甲很難被攻擊 北魏時期是這個重裝忌兵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時期 這樣的忌兵他們因為有防護力 然後他有衝擊力可以衝散步兵 所以當然在戰場上具有很大的優勢 那相對而言南方的政權 他在軍事上就居於劣勢 為什麼因為南方缺馬 所以你看到南方的軍隊在進行北發的時候 他們通常都坐船 因為他們的馬不夠 他們運輸的工具基本常常都是靠著船隻 因為南方沒有馬 所以當忌兵的優勢越來越重要的時候 當然這個南方就越來越打不過北方 好有沒有問題 是 那種重裝騎兵應該是非常昂貴的兵種 那胡人應該是很窮才對 我想他會主張這種昂貴的兵種出現 胡人也不一定窮 尤其我們剛才看到重裝騎兵出現已經是北魏了 北魏已經統一了整個中國 中國北方 所以這個政權其實當然有相當的經濟實力 沒有錯 只有重裝騎兵是比較昂貴 因為你要幫所有人都做盔甲 對不對 可是我們看到重裝騎兵 至少從現存的資料看到 重裝騎兵出現是在北魏 那北魏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政權 所以經濟實力很優厚 所以他不像那種早期的那種 北方的這些臨散的游牧民族 像你說的臨散的游牧民族 如果他本身的勢力不夠大的話 他的政治組織不夠成熟 他當然不容易動員資源來組織重裝騎兵 這是沒有錯 可是因為北魏已經不是這樣的一個胡人政權 他是一個非常強大 這個掌控了整個中國北方的一個大政權 如果你看到說這個馬背上有一個人 他拿了兩個長兵器 身上又帶了兩個弓 然後幾十隻劍 你有沒有覺得那個馬很可憐 你看馬真的很可憐 我們現在對動物應該越來越重視 你可以想像 沒有錯 在這個時代 忌兵開始變得很重要 可是這樣的忌兵 他其實非常的消耗馬屁 因為你可以想像 你馬上做了這樣的一個人 那個人應該又高又壯對不對 才能夠左手這個 直大刀右手直長矛對不對 一定又高又壯 然後那個人身上一定有盔甲 然後帶了那麼多的兵器對不對 然後全部這些重量所有的重量都壓在馬上對不對 所以 這樣的忌兵他在 戰場上的時候他常常要換馬 就他那一匹馬跑一跑 大概就跑不動 要換到另外一匹馬上面去 這個在我們在南北朝還沒有看到這個記載 不過到了唐代我們就看到這樣的記載 就是 這個 這個就是大 特別是那種大將 他在戰場上作戰的時候 他後面會跟著幾匹馬 讓他隨時的輪換 因為那個馬匹非常的辛苦 非常辛苦 因為非常的重 然後如果這個馬匹是鎧馬的話 那當然就更辛苦 他馬不僅上面要做人 而且他馬本身也要帶盔甲 那當然對馬而言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鎧馬這種重裝忌兵 他有他的優勢 他的優勢就是他有衝擊力 很難傷害他對不對 只能砍他的腳 因為他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傷害 這種馬唯一的 唯一你可以對付這種馬就是 這個把那個馬的腳砍倒 否則你用弓箭去射 除非你用很強的弩 可以貫穿這個鎧馬身上的盔甲 否則這個馬都射不到 所以這種馬他的優勢就是 這種鎧馬的使用常常都是排成一列 然後一起衝擊 然後因為 他有強大的防護力跟衝擊力 然後可以衝散敵人的隊形 可是他的缺點就是不靈活 他都是排起來一起往前衝 而且不持久 你可以講他衝一衝這個馬就會非常的累 因為這個身上負擔太重 所以在中國歷史上你會看到 重裝祭兵存在的時間並不長 這個我們在這邊稍微講一下 因為我們接下來的課就不會再提到這一點 這個祭兵這個作戰形態的改變 到了唐代初期 重裝祭兵就退流行 這個重裝祭兵存在的時期大概就是在這個北朝 到唐代前期 這一段時期 因為他有他的優勢 可是還有他缺點 缺點就是太笨重 然後這個對馬的消耗非常的大 不能夠持久 到唐代以後的祭兵 就又再回到青莊祭兵 青莊祭兵的好處就是靈活可以突起 因為祭兵最重要的 其實他就是他的速度嘛 在這個沒有汽車的時代 沒有現代化交通設備的時代 最有速度的就是祭兵 馬是最有速度的動物 你怎麼能期待那個什麼報紙的身上對不對 你能騎的就是馬 馬是最快的 所以他最有速度 所以祭兵最重要的是速度 那重裝祭兵其實就是犧牲祭兵的速度 所以這個東西存在大概一兩百年後來就不再流行 因為他這個太 他有他的一些問題 為什麼重裝祭兵會退流行 因為他後來就是經常被青莊祭兵所突擊 我們說重裝祭兵他的作戰方式通常都是排成一列 然後一起向敵陣去衝擊 然後可是青莊祭兵就發展一種新的作戰型態 就是攻擊他的側翼 因為這樣的重裝祭兵我們說太不靈活 所以他容易被青莊祭兵所克制 就是他這種犧牲的速度的弱點 所以後來這個就逐漸的退流行 不過在這個 遊牧民族的政權裡頭 就在中原的政權逐漸不再使用重裝祭兵 可是遊牧民族還是比較喜歡 所以你後來看比方說 宋金交戰的時候 宋人跟女真人作戰的時候 女真有所謂的拐子馬 拐子馬就是重裝祭兵 然後你可以看到那個 像岳飛他們怎麼克制拐子馬 就是用長刀去砍馬腳 因為沒有別的辦法 步兵要克制這種重裝祭兵 唯一的辦法就是去製造非常長的刀 然後伸出去把那個馬腳砍斷 而且他們那個這個 中原金邊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因為他們都是排成一列一起衝擊 甚至會把馬跟馬鎖起來 來增加他的衝擊力 可是他缺點就是一匹馬倒了 整匹整排馬都不能動 所以這個就變成他的弱點 好有沒有什麼問題 老師那我請問就是 當時步兵使用長矛的時候 既兵使用長矛 嗯 步兵 步兵使用長矛 在一個戰 就是有一個戰法是說 就是步兵可以使用長矛 長兵器就是 反制那個型的衝擊 嗯 這種 其實如果你看 中國古文獻頭的記載 步兵對抗既兵主要都還是用弩 用長矛有可能 可是效果不會比弩好 弩的好處就是 因為他射程又遠 然後穿透力又大 尤其是這個 越晚期發展出來的弩 可以貫穿蟲甲 就是說 敵人身上披了兩個盔甲 都可以把你射穿 他可以就是 所以他可以對抗這種重裝忌兵 我用弩來射擊 那最主要就是說 你不管你的毛做得再長 他畢竟還是有限 就是說 你要用毛戳到寄兵的時候 寄兵已經非常非常的逼近你 你可以想像如果你是步兵的話 你要不管你的毛做得再長 可是你跟 那個就算你做這個兩丈 兩丈大概也就是最多就是我 我跟這個我們這個教室的一個長度 這個大概你想你想一個毛比那個還長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再使用 可是你可以想像如果 就算這樣子的話 你要戳到敵人 敵人距離你還是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你本身的那個 受到的那個危險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那弩就可以射很遠 有的弩可以射到百步之遠 那你可以想像 敵人離我非常遠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強弩把它射到 所以弩射還是克制祭兵最主要的 步兵克制祭兵還是用弩 好如果大家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這一講就到這裡 我們就要進入到第七講 開始前面 然後再慢慢來 我們再來一次